法国参议院们起立热烈鼓掌 法国参议院上月28日投票 以267票对50票压倒性通过 支持政府将堕胎的自由写入宪法 让法国成为了全球第一将堕胎保护 纳入宪法的国家 事实上根据法国公众意见机构 2022年11月调查中 就显示86%的法国人 支持将堕胎列为宪法权利 对此女权团体也表示 将堕胎权利写入宪法这件事 能向社会传达重要的讯息 同时法国总统马克宏 也在X平台上宣布 自己乐见参议院 跨出决定性的一步 马克宏4号将在凡尔赛宫 召开两院国会特别会议 进行最终投票 环宇新闻许明星综合报道 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环宇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要开启小铃铛 只要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